主席各位同仁 有關於一傳美的併購案 是在法律人的特別設計 要來規避我們公平法的結合規範的一個佈局 我在這裡正跟各位嚴肅的報告 有關於一傳美的併購案米國加蘋果的市占率的計算 是由法律人所設計出來一個規避法律的設計 所以我在這裡要跟各位報告 由於是兩個報紙之間的市場的結合 所以市場的界定要以兩個報紙之間的替代性來做判斷 至於這個併購的主體 蔡少宗等於蔡衍明 因為他們的父子關係 使得他們在這個結合案裡面 他們的實質的支配力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計算結合的時候 不能夠把蔡衍明跟蔡少宗分開來加以考量 而是要把它實質認定為合一 那麼至於被併購的蘋果日報等 他並不能只計算蔡衍明也就是蔡少宗所購買的 百分之三十二的市佔率 而是必須要把整個蘋果日報 他在市場上的市佔率 以及爽報市佔率 跟這個中國時報工商時報的市佔率 全部加起來計算 而不應該計算蔡佳在中時的持股比例 以及蔡佳在蘋果日報 以及這個爽報的投資比例 因為這是法律人故意設計出來 要來讓我們公平會 的這個法律規範受到迴避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實質的加以認定 課題以及主體 課題方面 我們必須要把蘋果日報 中時 爽報 工商時報 全部來加以一起計算 那麼主體部分 必須要把蔡衍明跟蔡少宗 實質加以認定為同一人 因為台塑已經表明非常清楚 他不會介入蘋果日報 平面媒體的經營 因為台塑是一個實話業 那麼台塑呢 他自己本身也沒有能力 也沒有經驗經營媒體 他所以只是一個純粹投資 所以這個投資案裡面 蘋果日報將來 他的有支配力 有市場控制力的人 是蔡衍明 也就是蔡 蔡少宗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樣來加以考量 加以果決 不允許他來合併 因為市場 佔地力太過強大 就提起了 於是 中文字幕——YK